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学习这个从游戏当中学习这个有趣的注音符号 让我们在衔接到小一的课程当中能够很顺利 那也需要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来一起协助我们宝贝顺利的衔接下一个阶段学习 那这次非常荣幸邀请我们台北市国语时效老师 这个周敦玲老师 他是非常多儿童书籍作者 那我们这一次的安排 从今天开始 8月21号到9月2号 那我们将办理11次的课程 那从晚上7点到8点20分 差不多是两节课的时间 那周老师呢不仅学养的丰富 也是我们教科书的编辑委员 所以在这11次的课程当中 我相信小朋友一定可以当中 从乐趣当中学习到这个注音符号 那也可以通过这个听觉 视觉来认识这个注音符号 让小朋友们自然而然的熟悉 这个注音符号的拼读跟创作 那也让小朋友学习 如何激发学习力跟创造力 那玩出我们宝贝的聪明脑袋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 接着我们请我们这个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吴科长 吴科长在画面上 今天播控 今天一整天好多行程 好先介绍他 等下我再邀请他来跟我们支持 那我也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师 周敦玲 周老师 周老师跟我们挥挥手 在画面上 好那今天来宾 真的很感谢那科长播控 还有我们 还有看到我们张兆文张都学吗 张都学 好 OK 好那我就请我们科长 为我们小一新生家长们 来支持勉励 好的 谢谢潘校长 听得到我吗 大家好 我是金融市政府教育处的 宇杰科长 那我今天很高兴代表市政府 欢迎所有参加的小一新鲜人 还有你们的爸爸妈妈 那科长要跟大家说 今年暑假因为疫情 大家是不是少了很多出去玩的机会 但是我们市政府呢 办理了很多的线上的营队 像今天早上跟下午有科学的营队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参加 那今天晚上呢 就是我们新生正英课程的第一场 那我们有这样子的课程呢 课程要感谢三个对象 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讲到的 我们国语时角很棒的周老师 就是这11次课程 要帮大家上课的周老师 他本身很厉害哦 很有经验 而且最重要的 我最感谢他的是 周老师他愿意在晚上来帮我们上课 其实晚上很多人要休息了 但是因为我们觉得小一的孩子 线上的课程 很需要爸爸妈妈的陪伴 如果是礼拜一到五的白天 可能很多家长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选择了晚上 很谢谢周老师愿意帮忙 第二个课程要感谢的对象 就是我们新一国小 刚才讲话的潘校长 我们要办理这样子的线上课程 新一国小的校长 主任团队 他们要做好多的准备 才有办法的这样子的课程 课程也很感谢他们 最后一个要感谢对象 就是今天上线的家长跟小朋友们 因为你们愿意上线 那我们觉得被支持 那我们市政府 就会继续办理各式各样好玩 或者是大家很有帮助的一些活动 跟课程好吗 那这十一次的课程呢 就希望大家有满满的收获 课程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谢谢 好 来 这样子我就看得到你们了 好 线上开学呢 我要先看看小朋友 你有没有准备好 我的注音魔法书的这本的讲义呢 还有铅笔 还有橡皮擦 注音符号卡 老师有说过 出音符号卡呢 你可以用你现有的 你也可以自己呢 做卡纸 用卡纸来制作 因为我们今天 我们没有 噢 好的 那你呢 那是我也没有 好的 来小朋友停 如果你今天 那是我也没有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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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必须把麦克风关掉 来 你们关掉麦克风 今天暂时都不要 我等到要让你们说话的时候 你们才能够说话 好的 今天呢 没有 没关系 因为我们明天是星期日 星期一 你只要准备好就可以 如果你家里有卡片纸 你用卡片纸自己写 如果没有呢 或者是 请爸爸妈妈帮你 那做好注音符号卡 我们之后会 那个要把麦克风关掉哦 我们之后会有一些活动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老师说的 上课的时候呢 关麦克风 最好也关近 因为我们这么多人 共用同一个平台 也许说到一半 我们大家就变成停电了 那就不能上课了 你就听不到故事了 所以呢 老师第一步 要求小朋友们 关麦克风 第二步呢 要求小朋友 关镜头 来 爸爸妈妈请帮忙 好 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会 速度会比较正常一点 老师最后会有一些时间 会请小朋友打开 那个时候我们再打开 一起看 所以现在你就是认真地看着荧幕上的 然后跟着老师读 有一些符号 有一些符号或者是拼音的地方 是小朋友是小朋友最需要注意的 请你呢 当老师读的时候 我会读得慢一点 你要一个一个跟着读 这样子呢 你才可以听到自己读什么 你不能只是听老师读 那老师要小朋友在念的时候 不要像狮子吼一样 吼得这么大声 请小朋友呢 要轻轻地读 每一个字都读得很清楚 自己听得清楚就可以了 当老师在教佛号怎么写的时候 小朋友可以直接在你准备的本子上 写两个 就可以了 然后慢慢地写 而且要写得很端正 老师所提供的呢 是有四是填字格 所以你要写得跟格子一样 写注音符号不用紧张 因为当你到小学的时候 你还会有很多的时间 慢慢地学 那至于呢 课后作业 虽然老师规定了作业 但是呢 平台 那课后作业的平台在这里 因为基隆教育处的那个新 那个脸书资料很多 小朋友的作业可能会看不见 那老师这里头呢 是置顶贴文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里 那爸爸妈妈请帮小朋友拍照上传 好了 准备上课了 小朋友 请你先跟着我这么做 你闭上眼睛 深呼吸三下 好 上课咯 好 老师要先跟大家讲一讲 学注音符号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老师归纳出三个好处 第一个是 当你学会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把你想说的话 写在纸上 送给你想要给的人 像你很喜欢爸爸妈妈 你就可以写一张卡片给他 如果你想要跟别人道歉 不好意思直接说 你用一张小纸条来道歉 那效果呢 也是一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你可以开始自己看故事书了 很多的故事书 他都附有注音符号 如果小朋友学会了注音符号 你就可以自己慢慢的读 那么你也可以知道故事里头写了些什么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 听一下老师这怎么动不了 好第三个是 很多的注音符号会跟 会跟我们的国字是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学了注音符号的 符 那么符呢 跟书包的包是 一样的地方 好 小朋友等一下 可能有人又按到了 因为我这边当掉了 我再退出再进来一次 你不要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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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用了 我不要用声音 好来 比如说我们学到 符 那么书包 你看书包的包 有符的读音 那它上面这个地方 就是跟注音符号的符 是相同的地方 好 我们开始读第一课咯 第一课是白马 白马黑马来跑步 老师想问问小朋友 在还没有开始读之前呢 我们来想 我问小朋友 你喜欢跑步吗 你会跟谁一起跑步呢 白马黑马为什么要跑步 现在老师 先跟小朋友说这个故事 然后我们再一起读 当我们开始读课文的时候 小朋友才可以读 这两个问题 小朋友 你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讨论 你喜欢跑步吗 喜欢的点点头就可以了 喜欢 我看到丙红点头了 丙红很喜欢跑步 然后丙红 你会跟谁跑步 我让你说话 兵红 妈妈 我会跟妈妈跑步 好的 白马黑马 为什么要跑步 现在老师要说这个故事 你要专心才能听得到哦 你改名字 好 这个故事呢 是神奇 神奇喷泉的味道 好 听说呢 神奇谷有一个神奇的喷泉 这个喷泉的味道非常的特别 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只要你心里想着什么 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味道 小小白马 他的名字叫甜豆花 小黑马的名字叫黑枝 叫芝麻糕 甜豆花和芝麻糕 听到这么神奇的喷泉 他们就约着一起到神秘谷 喝喝看 他们走到从山顶 走到空旷的草原 发现眼前是一条好长好长的路啊 甜豆花和黑芝麻 互相看了一眼 很有默契的 点了点头 这点头 就像有个裁判在旁边 吹着哨子 嘀 然后他们就开始跑了哦 觉得甜豆花跑得比较快的 请举手 觉得黑 觉得芝麻糕跑得比较快的 请举手 好的 老师告诉你们 甜豆花 它越跑越快 它想 它想的是 它想的是 冰冰凉凉的西瓜 越想就跑得越快了 黑芝麻 看到甜豆花跑得这么快 它也越跑越快 它满脑子 都是甜 酸酸甜甜的葡萄 跑啊跑啊跑啊 跑啊跑啊跑啊 小朋友 假如你现在啊 就在那个草原上 你会看到两道光影哦 咻 白色的 咻 黑色的 白马 甜豆花 黑马 芝麻糕 他们就这样开始跑起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来现在跟着我念 老师虽然听不见你的声音 但是 你要跟着念 你跟着我的 那个滑鼠来念念看哦 B 不要按了 B 白马 小朋友 不要开 不要开麦克风 我不要听到声音 但是你念给爸爸妈妈听 然后这一段呢 以后在练习的时候 你要特别认真听 所以因为我们之后 你可能会 YouTube可能会 在那个节目里头 你可能有 有时间还想再复习 或者在听故事 如果现在大家念 我们就会听到一大堆声音 所以现在只要听到老师的声音 好不好 你把 你把麦克风都关掉 你念给爸爸妈妈听就好 只要听到老师的就好 一白马 白马 黑马 来跑步 我们再念一次 一白马 白马 黑马 来跑步 老师 我们再念一次哦 一白马 你们不用念 听我就好了 白马 黑马 来跑步 我们一共会念三次 刚刚念了两次哦 再一次好了 一白马 白马 黑马 来跑步 好 我们来学符号了 这一课 一共有六个符号 好 跑步的凹 跑步的乌 好 现在我们怎么写这个注音符号 小朋友 你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田字格 它是一个正方形 画的 画成像一块四块田一样 你们以后到学校里头 你会拿到这样子的作业本 所以呢 你在写的时候就要照着它 要写的一模一样的位置 老师用滑鼠来写 小朋友 小朋友 你可以 你可以用铅笔或者手指头 在桌上写 哦 老师看到三个小朋友 看到镜头咯 好 来 一画 我写一次 你就跟着写哦 一画 有一个小勾勾 噗 噗 噗 请注意 在写噗这一点的时候呢 第二笔的时候 请你不要写得太 不要写得太长 不要让它脚踢出去 这是一个长长的点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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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个门 也像一个帽子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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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个弹弓 也像一个 呃 叉子啦 或者是什么东西 好 好 看一下 噗 噗 噗 有点难写 三话 我们再写一次好了 一 二 三 写第三话的时候 记得要跟第二话连在一起 然后不要写的 这个点不要写的太长 噗 一 二 三 噗 一 二 三 好 最后一个了 呜 呜呢 像两只手 在胸前打个叉叉 好 先写右边 呜 一 二 好 我们所有的都写过一次了 那么我们退回去 每一个再写一次之后 我们就要看看嘴形了 哈 来 现在呢 注意符号 我们今天学了 啵 啵 摸 阿 凹 呜 其实呢 有一些符号 歌可以帮助我们很熟练的 很快的把这个符号念得很清楚 请听老师怎么念 那么 呃 听着好 不要不要发出声音 因为我 我们的练习呢 希望是小朋友跟家长一起 哈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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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 呜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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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 啪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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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 摸 啊 啊 啊 鸭子 啊 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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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 嗷 嗷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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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嗚 好 虽然只听一次 但是小朋友 当你回去重听的时候 你常常听 常常跟着读 你就会对这个发音 会掌握得很好 好咯 接下来是重点 这个我就更要请小朋友 不要开麦克风 然后不要乱按 因为这个地方 你就是要跟着老师 一句一句的跟着读 我读多快 你就跟着读 我读一次 麻烦小朋友读两次 好 我们这一课读 学的第一读音符号 这一课呢 是四声 在今天这一节课的最后 我会告诉大家 四声有一些学习的 撬门 学习的好方法 所以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 小朋友要先把 周围的读一次 好 接着下来 就是要跟着老师 一样 一模一样的念 好 这个地方错了 这个地方错了 其实拼音的时候是 上面的跟下面的念得越快越好 要再快一点点 所以现在老师用更好的念的速度读给各位听 这些符号可以组成很多的 可以拼成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毛 毛 毛衣 毛毛虫 或者是 是毛毛雨 好 毛 毛 帽子 我就一不小心 我感冒了 拼音非常的重要 所以现在我们再拼一次之后 我们再看下面的练习 每次拿到拼音这一个 整个拼音的盘子的时候 这一页的时候 第一个方法就是把周围的都读一次 阿 蛙 妈 蛤 蛤 博 蛤 博 毛衣 摸奥 帽 帽子 好 刚刚有些音是一声 有些音是二声 一声二声 三声四声 还有轻声 在注音符号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你没有说清楚 你要 你说 比如说啦 你说我要 我要找妈妈 如果说不清楚 就变成 我可能要找一匹马了 所以三声四声的变化 我老师是这样子 在教我自己的小朋友 小朋友 你呢 看了这个听老师说的时候 你就可以试着做做看哦 一声是双手平举 变成桥 请小朋友呢 两只手打开 在两边 然后你就像一个 读木 一个吊桥 从左边到右边 二声 右高 左低 造飞机 你好像 二声呢 把两只手举起来 但是呢 现在右手放上面 左手放下面 你好像 造飞机 好像坐了一个飞机 飞机的两个桨呢 斜斜的要准备飞出去了 三声 手背往下 把两只手呢 通通往下摆着 然后你可以摇摇白白的走着 你就像一只小企鹅一样的 可爱的小企鹅 轻声 轻声是写在符号的上面 轻握拳套 点灯泡 请小朋友呢 把轻声呢 在要记住轻声的时候 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你的手 手握拳 然后放在头上 你就记得这是轻声了 好 我们来试试看哦 一声 双手平举 变成桥 你自己坐 看爸爸妈妈看 帮我看 有没有做对哦 二声 右高左低 造飞机 三声 隔背举起 大力士 四声 手臂往下 学气额 轻声 轻握拳头 点灯泡 好 小朋友 你们从刚刚到现在 现在的表现最好 等一下呢 老师要请 请那个老师帮我点 我们请五个小朋友来读 三个就好了 我们请三个小朋友来读课文 所以你可以先举手 先举手 然后我请那个学校老师帮我 帮我 帮我 帮我点 老师先把那个课文那一页呢 老师先把课文那一页叫出来 好 来 那个老师可以帮我点 这么多人 那个学校老师 老师不好意思 那个麦克风只能老师先选一个人 然后帮他们自己开 我不能帮他们开麦克风 好的好的 那老师能帮我选人吗 我这边人看起来太多了 好吧 那我随便点一个啦 我今天很乖的 思琪 来念上面的 黑马 一白马 白马 黑马 来跑步 非常好 来我们接下来请 这个没有中文的 我不知道他是谁 好我们选 写那个有中文的 那个 那个我才知道 来 轩蓉 他不会选你 因为要不然是这样的 如果 那这个 白马 黑马 来跑步 加一秒 哎 不错不错 很棒哦 来 紫棋 白马 黑马 来跑步 好 最后一个了 浩晨 高浩晨 呃 老师没听到 呃 呃 好 老师 好的 白马 白马 黑马 来跑步 好了 老师要看你们有没有 刚刚有没有认真 呃 刚刚老师有说 白马 黑马 跑步的原因 我说了一个短短的故事 没有出现在 这个我们的魔法书里头 我想问你们 白马 黑马 去跑步 是想去哪里呢 知道的举手 我点 呃 呃 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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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 佩毅 他们想去哪 喷泉 喷泉 哎呀 很棒哎 一下就答对了 来 我想问哦 白马 黑马 跑得好快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为什么呢 他们脑子里 想到什么 白马 想到的是什么 呃 我要找 那个 玉文 陈玉文 白马 想到的是什么 白马 想到的是西瓜 喜欢 来我想问玉文 你喜不喜欢吃西瓜 喜欢 喜欢 喜欢哦 那就要下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了 黑马 想到的是什么 我请 呃 这个叫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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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口味的啊 葡萄 呃 黑马 想到葡萄 白马 想到西瓜 哦 下一个问题 来来 讲完就把麦克风关掉 呃 诱恩 你的麦克风要关掉哦 来 下一个问题 有点难了 这个白马的名字 其实不叫白马 谁还记得他的名字 请举手 来 东明 李东明 李东明 我不敢叫我啊 一直都没有叫我 因为好多人啊 来 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你的答案 来 李东明小朋友 请问 我们故事里的白马叫什么名字啊 黑马跟白马 哦 我只要一个白马 我把黑马让别人讲好不好 他有没有名字 你记得吗 嗯 这个 按那个 再按这个镜头 好的 没有关系 那 那东明星关起来 我请陈佳恩 请问 故事里的白马叫什么名字 大家记得吗 他还是忘记了 他还是忘记了 我们最后一个问问看 陈念庭 他不可以叫我 他不可以叫我 不是不忘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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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念庭小朋友 白马的名字还记得吗 呃 他不可以叫我 他不可以叫我 他不可以叫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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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庭你记得吗 我记得 哈哈 好 大家都忘记了 来 故事 记得是吗 来叫什么 老师我知道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哈哈 白马的名字叫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好啦 小朋友 不然你们写下来好了 我又 我 箱子 可是这里头有好多好多的纸箱子 那么 当家长们呢 重新再回看影片的时候 你可以跟小朋友去找一找 他到底有几个相同的 比如说 这一个跟这一个 可能有一点像哦 但是又不一样 虽然他们是摊平的 但是不一样 请小朋友去发现这一页 到底有几种不同的箱子 好 故事开始咯 不能再按咯 好 小朋友 你看一下哦 叮咚 门铃 门铃响了 打开门 工作的叔叔们 抬出了好大好大的箱子进来 杨阳 他笑着点头 是哪个小朋友的声音呢 好 先关起来哦 工人们把烤箱装好 正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把所有包烤箱的 保利笼啊 纸条啦 塑胶袋 塑塑胶的长袋子啦 还有纸盒 全部都压扁了 收好了 这时候 杨阳问 这些箱子是要丢掉的吗 我们 工人说 是啊是啊 我们要把纸箱拿去回收 杨阳问了 可以送给我吗 工人叔叔蹲下来问杨阳 你要纸箱子做什么啊 要纸箱子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杨阳到底为了什么 想要这些纸箱子 杨阳说 我可以钻进纸箱 在里头站着 然后我拉着纸箱边缘 这样我就有一辆小火车 我是火车司机了 我的小火车可以走过沙发山 穿过桌子山洞 可以走过 还可以走过厨房国 浴室国 最后会回到我和弟弟住的玩具国 哇 哇 杨阳呢 把家里想成好多好多的国家 爸爸妈妈的可能是书房国 洗澡的地方可能是浴室国 那当然也有客厅国 他跟弟弟住的房间就叫做 玩具国 工人们还是没有把纸箱给养养哦 工人们说 你到纸箱 你到玩具国之后呢 啊 这个我又动不了啦 啊 好 我来试试看 小朋友我必须再退出了 啊 对 因为有有我我动不了 所以我必须 我必须再一次 好 到玩具国之后呢 好 啊 他说呢 杨阳说啊 我想把纸箱撑开 纸箱撑开之后呢 就会有一片好大好大的土地 有一个好大的平台 玩具国的居民通通可以出来 铺上我们的小花毯子 就可以当作一片草原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玩半家家酒 哦 你看啊 他在房间里头 本来就有很多的玩具 他有机器人 有恐龙 有猫熊 还有小猪 这些都是羊羊的玩具 他铺了一 他把自己的睡觉的毯子 铺在上面 就好像有一个花地毯一样 就好像长满花的草地 然后把小东西拿出来 他可以跟自己的小熊一起吃东西 那当然是假装的啦 可是工人还是问啦 工人叔叔还是问 玩半家家酒以后呢 对呀 只有两个理由 好像留不下箱子耶 工人叔叔好像不想把箱子送给羊羊 好小朋友 最后啊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羊羊只想到两个点子 我们只听到了两个点子 所以 之后小朋友们呢 要到图书馆借这一本书 然后跟爸爸妈妈 呃 有回 不要按啊 呃 是的是的 好 呃 你可以到图书馆借这一本书 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读 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完成今天的课后任务 帮羊羊 帮羊羊想点子 好 在我们要宣布课后任务的时候 老师要再帮大家复习一次 但是现在呢 你就真的不能够再动了 因为现在我们是精华的把它念完 当我们念完之后 老师会公布课后任务 课后任务结束 课后任务公布之后 爸爸妈妈就可以帮小朋友 看小朋友如果愿意写作业 你就传到那上面 我们看到之后 大家可以去按赞 看谁呢 呃 呃 非常的非常的厉害 那你就 你就可以 呃我 那个小朋友就会得到很大的奖励 也许如果我们的那个留言 写作业的人呢 都超过几千人 也许新竹呃 也许基隆教育处呢 会帮你们抽奖也说不定 好 我们来看一看了 好 现在 好好 来等一下 你看老师 当老师一直点这个滑鼠不能动的时候 就代表呢 我又被别人分享了 来 所以现在我们重新来一次 好了 来 小朋友 今天我们的课呢 呃 从上课的开始 我们呢 再念一次课文 我们再拼读一次 再拼读一次 复习一次 我们的呃符号 然后再拼一次 最后我就宣布今天的课后任务 我们可以用一个课文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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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A AU U U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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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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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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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我自己移开好了 好 好 这个 这个 分享画面的意思说 如果我这个 这是有动画的嘛 如果说你们按了之后 我那些就是会没有办法移动 我们再一次好了 好 啵阿 啵 啵奥 包 啵物 布 啵阿 啵 啵奥 啵 啵物 铺 摸阿 摸奥 猫 摸物 木 毛 帽 帽 好 我们前两页呢 我要点个点三个小朋友来念 所以你现在可以举手 我看一下哦 我们先看这一个 可以举手 这一页会念的小朋友举手 我是Lina 不行 你必须举手 不不不不 你在电脑上举手我才知道 好 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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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个 安伦 张安伦 呸 呸 呸呸呸 包子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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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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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念得非常好 我也听到妈妈很认真的教她 你一定会有更多的进步的 来 接下 齐俊 我呀 我接下 这个林齐俊的 是爸爸的小孩子吗 不不不 林齐俊是爸爸还是小朋友呢 来 齐俊 这个账号 林齐俊账号 这个小朋友 来读吧 呃 好 他听不太清楚 来 啪啪 哭 你好 好 喝 楼下课 好 我请 咱们 咱们 楼下课 诶 老师有听到很认真哦 好 来 请点假课 钟 炳 红 小朋友 再一个 来 钟炳 红 小朋友 嗯 嗯 Talking 好 啊 나서 的 的 吼 咯 呸 咯 吼 炸 刮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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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平常都叫你们关镜头 但是念的时候可以开 秉鸿念的时候好专心哦 来我们看下一页 好等一下 那个我跟家长少说一下 其实呢 你们看不到别人分享的那个画面 但是只要有人分享 我这边你看我一直点的时候 就会动不了 这个时候我就必须重新再退出去 然后再进来 好等我一下 我们快下课了 所以小朋友等一下哦 好来下一页 我们要请同样请三个小朋友来读 还有五分钟 哇这么多人举手 好 我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我今天从最后面的一个开始点好了 来来来我看一下哦 这一页比较难哦 李小艺 鸭子 小艺 鸭子 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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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 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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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爑 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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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爑 没有关系 好谢谢 那个志瑞在念的时候 在念的时候呢 会摇头 会摇头晃脑的 好可爱哦 好来下一个下一个 那不是我啊 志瑞要把 志瑞把麦克风关掉哦 思思 方思思 好吧那我就要重新点咯 有一个叫 有有有 思思有对不对 好好思思来我等你了 思思是女生还是 那个男生 思思你的麦克风没开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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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来 我们要看下面了 小朋友 这个这个 我又得重新再一次了 我再重新说一次 因为这个是不是学校版本的 上课的用的Google Meet 所以老师并不能够 老师并不能够把小朋友的分享画面 或者是说话关掉 那所以邀请小朋友自己就家长帮忙 好 刚刚我们读了一本羊羊的故事 那羊羊的 羊羊拿到箱子 她很想留下箱子 但是她说了两个两个点子 她想把箱子做成小火车 开到玩具国 接着又想把箱子 又想把箱子变成 又想把箱子变成那个 玩具国的这个王国 然后让动物们在里上面野餐 可是还是没有把箱子留下来 所以小朋友 你要做的事情 我们一起完成今天的课后任务 那今天的课后任务就是 箱子 这字有一点小 要请爸爸妈妈帮忙看 箱子还可以拿来做什么 请你画一画 你用画的就可以哦 老师会去看 我会选最 我觉得最喜欢的或什么 我们下次上课的时候 我会特别挑你出来 让你告诉我 你的箱子想要做什么 有没有人现在就可以告诉我 如果你有羊羊这个大箱子 羊羊是你的好朋友 你很想帮他箱子留下来 箱子到底还可以拿来做什么 如果你有一个大箱子 不行你举手 你举手你举手 来来来来我点个名 来彭景真小朋友 小朋友 彭景真 老师点名你都不告诉我要哭了 好 古语城 你想用箱子做什么 房子 哦好棒哦 我看到有人说坐摩托车 然后我再看那个旁桥轩 箱子可以坐停车场 停车场 哦你好厉害哦 好的 小朋友 我们今天都差不多算是上完课了 那小朋友今天 今天呢 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吵吧 不过到后面呢 我觉得小朋友的秩序已经变得很好了 那我们今天学了最简单的一课 快乐快乐快乐 下一次课呢 你就要准备好 我说的那个符号卡咯 你用写的 原本就有的 什么都可以 然后缴交作业的平台呢 虽你们可能没有办法点进去哦 但是你可以用脸书 搜寻老师的名字 我已经帮大家设好一个 一个留言区 你把你的作业拍照的 不要用写的哦 你如果要写 我来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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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看这个符号卡咯 当然 你让我看这个符号卡咯 你让我看这个符号卡咯 然后我做到 我看这个符号卡咯 你让我看看 这些符号卡咯 我会想起来